政府从今年6月开始在全国中小学和学前教育推动公民教育 教育部长马智里表示 这项政策将全面落实 并着重在公民理解和公民实践 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利用五个科目中的一个小时教导 政府治理推动国民教育 教育部长马智里今天在部城出席 2019年全国公民教育计划推介里时就表示 除了透过州会和课外活动 中小学每个月第四个星期的国语、英语、伊斯兰教育、道德教育和历史课 也会用一个小时教导公民教育 至于学前教育的公民教育课程则是30分钟 他表示 计划要成功就不能只依赖校方 各套也得参与推动 各套协助推动下 政府放眼2030年 我国大部分人民都能具备公民思维 同时透露 公民教育将包含公民理解和公民实践 着重倡导道德价值观 例如爱心、尊重、勤劳等等价值 塑造有素质的国家会来动量 对于行动党秘书长兼财政部长林冠英表明 会在明天内阁会议提出早一刻风波 马智里以自己不是行动党党员为由 不愿置评 叫媒体追问火箭